明人和悟空都是非常强大的角色 但是他们的能力和招式有很大的不同 下面是对比和评估 能力和招式 明人主要依靠忍术和尾兽的力量 可以使用影分身、螺旋丸等招式 悟空则是拥有极高的战斗力和超级赛亚人的能力 可以使用龙拳、精神波等招式 破坏程度 如果明人和悟空在地球上对战 他们的战斗可能会对地球造成很大的破坏 明人的尾兽之力和螺旋丸等招式 都可以造成巨大的爆炸和破坏 而悟空的龙拳和精神波 也可以对地球造成巨大的破坏 总的来说 两人的战斗可能会对地球造成严重的破坏 胜负结果 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判断的问题 明人的尾兽之力和螺旋丸等招式非常强大 但是悟空的超级赛亚人能力 可以让他达到非常强大的战斗力 如果两人在地球上对战 他们的战斗可能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 很难预测谁会胜出 但是考虑到悟空的超级赛亚人能力和战斗经验 他可能有一些优势 总的来说 如果明人和悟空在地球上对战 他们的战斗可能会对地球造成很大的破坏 而胜负结果则是非常难以预测的 但是考虑到悟空的超级赛亚人能力和战斗经验 他可能有一些优势 另外 明人和悟空的能力和招式也有一些不同 这也会影响到他们的战斗结果 明人的影分身和隐身之术可以让他在战斗中更加灵活 而悟空的瞬移能力可以让他在战斗中迅速移动 进行快速攻击 此外 悟空还可以利用他的超级赛亚人能力来增强自己的力量和速度 这将使他更加强大 另一方面 明人的尾兽之力也是非常强大的 如果他能够控制好这种力量 他的攻击将会更加可怕 然而 如果他失去了对尾兽之力的控制 这种力量也可能会对他造成伤害 而悟空的超级赛亚人能力和龙拳等招式也是非常强大的 但是他在战斗中可能会受到心理攻击的影响 这可能会影响到他的战斗力和表现 总的来说 明人和悟空都是非常强大的角色 如果他们在地球上对战 将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 胜负结果很难预测 但是考虑到悟空的超级赛亚人能力和战斗经验 他可能有一些优势 然而 明人的影分身和尾兽之力也是非常强大的 如果他能够控制好这种力量 他也有可能取得胜利 无论如何 这将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战斗 如果明人的螺旋丸和悟空的元气欲相撞 这将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碰撞 以下是比较两人绝技的分析 螺旋丸 明人的螺旋丸是他最强大的攻击技能之一 可以在一瞬间释放出庞大的能量 对敌人造成巨大的破坏 然而 使用螺旋丸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和精神力量 如果使用不当 可能会对明人自己造成伤害 元气欲 悟空的元气欲是他最强大的攻击技能之一 可以释放出庞大的能量 对敌人造成极大的破坏 悟空的元气欲需要集中他自己和其他人的能量 这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 但是一旦发射成功 他可以造成巨大的破坏力 如果螺旋丸和元气欲相撞 这将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碰撞 因为两者都是非常强大的攻击技能 他们的碰撞可能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 胜负结果很难预测 但是考虑到悟空的元气欲需要集中他自己和其他人的能量 这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 因此螺旋丸可能具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如果悟空的元气欲成功发射 他将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力 这也可能让他取得胜利 总的来说 如果名人的螺旋丸和悟空的元气欲相撞 这将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碰撞 胜负结果很难预测 但是考虑到两者的攻击力和威力 可能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